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讨论 现在这个中法的一个成果 以及这个习总又到了比利牛市山 那边去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还有这个澳洲和菲律宾对中国的 敌对行为的外交部的这个回复 以及这个跟这些相关的 我们都来分析一下 首先大家也看到老编刚才发了 我今天在那个滨江森林公园那边 办点事 然后正好去这个里面看看 然后呢刚一看一到还正巧 臭巧 刚到那个从穿过里面的森林 到达这个底岸边上 啊 冰江边上啊 我们威武的 历论 中国海军054A级导弹护卫界 安阳号 弦号599 出现在我的面前 哎呀 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啊 啊 这也是能够啊 近距离能够拍摄 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的 我们的非常牛逼的啊 054A型导弹 护卫舰 这个 护卫舰 经常在南海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啊 包括绕日本 在南海啊 监视 美国的一举一动 就是我们054A型导弹 护卫舰 安阳是河南的一个地名 也是太极八卦的发明地 有礼成 也是商朝的殷须的所在地 啊 叫这个剑 那我觉得 啊 非常不错 啊 因为你要拍 要这种移动的这种军舰 还不容易 你在港口 你只能拍它静止的 你静止的跟开起来 跑起来的感觉 老命给大家拍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种感觉 非常的不错 啊 非常的 这个威武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 大国 啊 历论 所以说 抵挡一切来反之敌 你看看我们军舰都漂亮 对吧 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共军照明弹 写击中澳洲直升机 澳总理正怒 不能接受 一架中国战斗机 四日在黄海 所谓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 串点击中另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 迫使该架直升机 采取 闪避行动 对此澳洲总理 二八年四七日表示 澳洲国防能源 因 中国军队而陷入险境 这是不可接受的 就路透报道 澳洲国防部六日发表声明指出 澳洲防空作战驱逐舰 和巴特号四日在黄海国际水域执行 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决议 舰载直升机 海鹰却遭一架中国歼10战斗机骚扰 正在直升机的飞行路径上 投下多枚照明弹 那么早上那一集 只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件事情 它差点被我们给干掉 那么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 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很多网友表示好奇 大家要知道 你说来这个黄海来执行联合国的 所谓的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监督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起降反潜直升机干什么 朝鲜的制裁的船 你去发现就可以了 海上你发现可以船只就好了 那么你在这里进行反潜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在进行反潜战 而中国的 这个近海 我们的核潜艇 从葫芦岛生产出来以后 或者从大连这个地方 下来以后 往南走进入到海南的渔岭港 你在黄海这个地方 你在这里干嘛 你在这里不三不四的做这些动作 那解放军就给你颜色了 对吧 说明我们潜水艇 也在这个地方活动 还有这个黄海这边里面有很多朝鲜的潜水艇 你在这个地方干嘛 看到中国家门口 你他妈的 很牛逼是吧 所以我说今年这个去澳大利亚那边 到悉尼外海那个地方去 好像有点少 所以我觉得要 到悉尼外海那个地方 要去一趟了 到墨尔本那边去 就要去一趟了 也要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在那边搞个军事演习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大家说是不是 犯贱 那你就别怪中国出手 美国菲律宾军演 继承中国制造船只北京 用精神胜利法搞自我安慰 中国外交部5月7日回应 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 是继承一艘中国制造的船只仪式 根据澎湃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的林建 其实主持立行记者会时表示 任何军演都不应该 针对第三方或损坏第三方的利益 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 减乎性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林建说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 停止挑动对抗 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使用精神胜利法搞自我安慰 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 搞一条这个中国以前的这个船 给这个菲律宾的船 放在那地方去去击沉 然后然后就怎么 就说把中国给战争了 就说击击 这个击溃一切来犯之敌 把第一顿给搞了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 然后还说什么中国的福建舰 是像对菲律宾秀肌肉 跟美日还没法抗衡 中国的这个船轨动力航空母舰 我们这个有这个航空母舰弄出来以后 什么叫做不能跟美日去抗衡 日本有什么 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很牛逼 在中国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他躲得远远的 055上带的英机21 在这个面前 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1612都不见了 很牛逼 日本那是什么玩意儿 击溃他的妈的这个航母 什么准航母分分钟的事情 所以说中国搞什么 他们都要黑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种心态 是非常糟糕的 这个是周边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跟法国 到底是这个搞了啥 中法会谈结束 达成四联合声明与18合作协议文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5日至7日国事访问法国 根据中国外交部7日公布 双方在访问期间 达成四份联合声明 和18份部门间协议 四份联合声明的内容 涵盖中东局势 海洋合作 人工智能 农业交流等议题 以下为外交部公布的 联合声明与文件 一联合声明 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 中法关于就生物多样性 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 昆明蒙特利尔道尼斯 中法关于人工智能 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 中法关于农业交流 与合作的联合声明 也就是那么合作协议的文件 我就不念了啊 我就不念了 基本上都是工业上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 习总对法国的访问 非常的成功 第一个 法国没有在中国的面前 提什么俄乌的狗逼事情 台湾的事情 他也是根本就是 简单稍微说一说 重要的是 中国称法国成为一个欧洲的 大哥大 一哥 复辟波旁王朝 让马克龙当路易十六 对不对 让这个冯德兰 当马里安托瓦内特 所以说这个 这个访问非常成功 而且关于中东的联合声明 就是一个宗旨 落实两国方案 以色列必须从加沙这里 这里来撤军 而且落实两国方案 是解决中东问题的 唯一的解药 非常不错嘛 中国可以拿 拉法国 法国 也是安理会 五大成年理事国 其实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只有四个 后来是加上去 为了要投票 凑个数 那之前法国 英国 阿米利卡 他们三个 一直是一伙投票 那中国跟俄罗斯 是一伙投票 现在法国 也被中国 拉拢过来了 对吧 虽然说 法国是 这个 论可萨 可萨跌的 但是 啊 他既然要想要 在亚非拉 他想要迅速的去填补 就中国跟俄罗斯 尤其中国在对亚非拉 影响力非常大 美国 英国的势力在衰败 而法国要填补 美英滚蛋的 西方的这个真空 这就是习总 能够吃定他的一个原因 对 确实 我们到欧洲 是寻找裂缝的 呃 习总也说了 啊 要让中国的餐桌上 有更多法国的农产品 法国的农民的 罢工 农民的起义 是法国非常严重的 一个政治的隐患 啊 法国农民的利益非常重要 那马克龙就说 呃 这个这个农业上的 这个事情 啊 请西哥多帮忙忙 啊 然后这个啊 这个还有这个干预 啊 218.3的 这个宽税 好像确实有点太猛了 啊 恳请西哥 啊 把他给这个 降一降 啊 这个法国烈性酒 也是我们重要的一张名片 啊 法国的干预啊 然后这些白蓝地 什么人头马 宣尼师 啊 XO 啊 对吧 那个原品的 那个人头马 什么的 非常经典这些酒 这能喝得起这些酒的 那是真正的大佬 喝这种酒 无疑都要跟古巴的汉瓦那大选家一起配 对吧 啊 这都是胜利干杯庆祝的时候的 重要时刻都喝这种高档的酒 非常高端啊 啊 这些酒 所以说中国跟欧盟跟中国打贸易战 中国只要拿这个事情捏他们 拿农民 拿欧洲的农民捏他们 就OK了 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想而知 欧洲撑乌克兰 但是都在禁止乌克兰的农产品 因为他们要保证他们农民的利益 欧洲的农民一旦爆发武装起义 那整个国家就会变临完蛋 为此 比格尔风味佳肴 迎习近平夫妇 马克龙5月6日在与习近平举行风会后 被他当晚举办国宴后 7日将陪同习近平前往法国和西班牙 边境处的比利牛斯山场馆 据法国网站报道 这个农克和孙英的翻译 将于13点左右抵达马克龙 而是经常去的比利牛斯山区的 托尔玛莱山右 这里被马克龙称为第二股乡 是他祖母的安息地 这里去呢 就是谈真正的大事了 在巴黎呢 冯德莱坐到那个边上 来蹭桌脚 这个女人非常讨厌 那就让她滚蛋 对吧 就像马克龙带她到中国来 跟习近平谈一样 三个桌子一起来谈一样 习近平跟马克龙到广州 去谈大事 马克龙在广州 被习近平给洗了脑 然后说 这个不管台湾的事 这一次到比利牛斯山 习近平又要给他洗脑子了 又要给他教育他 给他指一条明灯 给他数一盏明灯 指一条明路 对不对 中国就是要利用法国的这一种 对吧 这一种 想要复辟 法兰西帝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好好的 跟大家来合作 所以说我国的政治智慧 是绝贯全球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觉得 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人是有头脑 有诚服 有智慧的 对吧 还有那些萧小 那帮萧小 没有办法和我们来抗衡 所以说你看还讲俄乌吗 都共同的讲中东就谴责以色列了 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重大第一个成果 然后习近平也讲了 产内没有过剩 那车子 该卖不就卖吗 还能产生怎么跌 然后马上就到匈牙利 到塞尔维亚去访问了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中国现在就是明确划分 欧洲内部 谁敌对我 谁不敌对我 不再跟欧盟谈事 而是单个逐个击破的和单独国家来谈 好 谢谢各位支持